只见蓝忘机摇了摇头 道 我也不知与堂兄成亲的 会是温姑娘 缓了缓 又到堂兄失踪离家有好些年 是一年前 才被人回到蓝家的 回到家 已经失了在外的那几年的经历 是三个月前 才隐约想起一些的 才自己带着景仪 偷偷跑出了寻人的 家中知道 堂兄又不见了 才派门中弟子到处寻人 我也是记起 经常听堂兄念叨着 仪灵才寻到此处的 温四叔擦拭着额头的汗水 道 是成亲了的 只是当年四处战乱 只是简单地拜了天地 祭了祖谱 至于其他的 还是让秦姑娘说比较好 呵呵 说着就领着大家进去 一格里 温晴正在翻晒药材 忽然一个脏兮兮地 扑过来抱住她 吓得温晴摸出银针 下意识地戳了过去 啊 阿晴是我 是我 听着声音 温晴浑身一僵 抬头看向那藏在心底的人 眼泪一下就涌上来 抖着声线道 蓝青舟 蓝青舟头如捣蒜斑点头 紧紧抱着温晴道 是我 温晴正脱怀抱道 景仪呢 蓝青舟指了指 带在魏武县怀里 同样脏兮兮的小孩 温晴扑过来 抱起那小孩 哭道 景仪 蓝景仪仰着头 瞅了眼蓝青舟 又看向温晴 道 阿娘 爱 阿娘在这 蓝景仪忽然大哭道 哇呜 阿娘 我好想你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和阿爹 温晴心虚地瞄了眼蓝青舟 顿时尽声 蓝青舟一愣 忽然想起自己失忆前 那天的那碗汤药 瞬间所有的事情都想通了 脸色又轻又红大喝道 温晴 你个狠心的女人 竟敢对我下药 闻言 温晴抱着蓝景仪 低下头 一副知道自己做错了的样子 虚心接受教训 可是并没有自己所想的暴跳如雷的数落 温晴抬眼望去 只见蓝青舟忽然扑过来 紧紧地抱着他们母子 后背甚至还感觉到他微微发抖的身体 魏无羡见词 也不好打破这重逢的温馨时刻 便带着蓝望鸡和温四叔他们 悄无声息地离开一格 自从蓝青舟找到温晴 就整日地赖在乱藏岗 说什么都不肯 回云深不知处 生怕他一回去 温晴就会消失一般 连带着蓝望鸡 都光明正大的逗留在乱藏岗 因为蓝青舟入了温家的族谱 二人也只是简单地败了天地 所以蓝起人只好来乱藏岗 商量何时重新举行二人的婚礼 这是一对人气势汹汹 吹吹打打的 从云梦的方向行来 为首的人身穿一件鲜红的广袖嫁衣 嫁衣上还绣着酒瓣莲花 腰间别着一枚清新铃 坐在大红花窖里 嘴角好时不时地勾着诡异的笑容 这人就是现任的姜氏 宗主姜燕里 身后跟着的是云梦的祖老 因为当年出门夜裂 所以在血洗莲花雾时逃过了一劫 云梦这群人高调地行至乱藏岗 停在山脚下 惹来很多旁人围观 江燕里此时聊起叫脸 看向此时宛如仙境的乱藏岗 非常愉悦地勾起了嘴角 眼中一闪而过的怨恨 轻柔地抚摸着腹部 喃喃道 阿爹阿娘 阿诚 快了 等我和魏无羡成婚 拿到乱藏岗 就送他和那群温狗去服侍你们 你们再等等 几人正在商量着 如何尽善 就看到温怨与蓝景仪手拉着手 砰砰跳跳 歪歪扭扭 跌跌撞撞 毫无哑正可言地在门口玩闹 身后还跟着两个少年 许是跟在身后照顾他们的 江燕里看了眼温怨 便想起当日魏无羡抱着的小孩就是他 他还叫魏无羡阿爹 心中的仇恨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吩咐身边的一个中年人道 江苏 把那个孽种给我抓过来 是 那个叫江苏的 朝江燕里拱手 便飞身至温怨处 就要出手时 被身后的少年打了回去 温怨和蓝景仪 因为年纪小 以前也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吓得哇哇大哭 这时魏无羡正在和蓝起人商量温情和蓝青州二人的婚礼 忽然听到一声撕裂的哭喊声 众人一惊 赶紧寻着声音出来 温怨看见魏无羡 立即扑了过去 吓得直哆嗦 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 抱着魏无羡直叫爹 哇呜呜呜 阿爹 阿爹 蓝景仪此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脸色发白地躲在蓝起人身后 紧紧地 攥着蓝起人的衣角 魏无羡见状 怒视江燕离道 江宗主 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妖 你当真以为 我不敢杀了你吗 杀我 江燕离摸着肚子 她的面容虽美淡艳 甚至是平凡 但柳梅下一双清澈的双眸 微微泛起的水雾 朦胧而又单纯地看着魏无羡 朱唇清咬道 阿县 你为何要这般狠心地对我们母子 众人见她此时眼中含着泪水 原本红润的小脸上惨白一片 雪白的背齿紧紧咬着苍白的唇瓣 顿时让人忍不住怜惜 江苏道 魏无羡 我将家养你这么大 不求你回报一二 但你为何要这般折辱我们大小姐 呵 魏无羡冷笑道 你们闯我扇门 吓坏我孩和外甥 你说我折辱了他 我怎么折辱了他 见江燕离捏着帕子 微微擦拭着眼角 江苏怒道 你 你简直无可救药 缓了缓又道 你自小就喜欢黏着大小姐 又不分大小姐与金公子有婚约 在听学时 一拳打散了大小姐与金公子的姻缘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两个月前 大小姐都快与金公子大婚了 你这畜生却强行地强迫了大小姐 导致大小姐怀上了你的孽种 这不是折辱是什么 你个畜生 不明真相的人都面面相去 议论纷纷 看向魏无羡的眼神都变了 除了乱葬岗的人 因为他们心知 自己公子是个最善良不过的人了 魏无羡还在哄着温怨 孟瑶见状眉头一挑 抿着嘴唇吃笑道 哦 原来江姑娘怀了孽种啊 可是与我家公子何干 这平白无故的脏水 岂是你想泼就泼的 江苏怒瞪了孟瑶一眼道 你这个外人知道什么 魏无羡他就是个白眼狼 畜 呜呜呜呜 江苏说着说着 忽然上下唇粘在一起 发不出声音 怒视着在场的蓝忘鸡和蓝启人 这两个蓝氏之人 因为他所种的就是蓝氏中的禁言树 只见蓝忘鸡冷冷道 不知全貌 不与置评 孟瑶又道 你说 当年我家公子 因为喜欢江姑娘 才不奋金家公子的 但当年那场打闹世家子弟们 人人都知道 我家公子打了金家公子 是为了维护江姑娘的名声 在场的蓝老先生和蓝二公子 可以作证 当年听学的世家子弟 也可以作证 众人纷纷看向蓝启人和蓝忘鸡 只见蓝启人俯着胡子 瞥了眼魏无限 随后点了点头 蓝忘鸡冷着脸 诞生道 确实如此 另一个江氏族老道 这时可以不论 如今我将是宗主 可怀了他魏无限的摊 这时 你们该如何给我们江氏一个说法 说法 孟瑶眼中寒光一闪 鸡笑道 你们宗主不知羞耻 为婚仙运怀了孽种 可又与我家公子何干 你们说是我家公子的 就是我家公子的了 江燕黎煞白着脸 轻咬猪唇 眼中的泪欲落不落 抚着腹部柔弱道 阿县 这可是你的孩儿呀 你怎可让人 让人 说着说着 就双手捂着脸 低声哭泣了起来 众人看到 他这副模样 纷纷感到联系心痛 魏无限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把温怨 递给与他站在一处的蓝忘鸡 语气平静道 你腹中胎儿不是我的 江燕黎道 阿县 你不要怕 我不怪你的 只要我们成婚了 没人敢说你什么的 魏无限看了眼 身穿嫁衣的江燕黎 便知晓他要打什么主意了 气笑道 我说了 你腹中的胎儿不是我的 你要是要点脸 就带着你的人赶紧滚 否则后果你负担不起 江燕黎道 阿县 到了如今这地步 为何你还不肯认 罢了 魏无限以无奈心 再跟他耗下去 一手隔空 从江燕黎头上 取来一丝发丝 一手画着复杂的符文后 将发丝投入符文中 花燕黎道 一手画着复杂的符文中